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8月9日 星期一 這一節想跟大家說一節軍事環節 這一節也承接著上一節 上一節跟大家探討了武漢肺炎 或者其實他也寫了新冠肺炎 其實他的翻譯文本 可能避免所謂標籤化武漢 但是我覺得不要緊 現在你叫新冠肺炎也不要緊 因為 美國 正式出了 調查報告 就是說這個新冠 病毒 就是來自武漢實驗室 換句話說 你不叫他做武漢肺炎 其實結論 更加強 這件事其實是 我們有一個政治的判斷在 這個是解釋了為什麼 最近 五眼聯盟 以美國為首的五眼聯盟 以及英國 還有澳洲 甚至乎 連日本 對於中國大陸 那種強硬法 是史無前例的原因 其實現在出來了 現在回到一段時間 大家應該要這樣 結論 其實他們一早已經有了 情報 他們也一早已經有了 問題是 現在回到一段時間 他們現在提交了報告 換句話說 其實他們一早已經知道 報告的結論 過去這幾個月 最少90天 其實應該是更加長的時間 其實 就是 全世界 包括澳洲 英國 以及美國 其實就清楚知道 這一次 全球大瘟疫 武漢肺炎大流行 就是因為中共 從事生化武器的研究 到最終這個生化武器 就是從實驗室洩露出來 換句話說 這一場大災難 就是中共要100% 徹底負上責任 現在這個就正式解釋了 為什麼過去這一段時間 這些國家對中國大陸 那麼強硬的原因 這個絕對不是什麼反華鬧劇 又或者 不是純粹因為就是打壓人權 當然打壓人權就是正正 顯示了這個國家 最邪惡的一面 這個也是充足的理據 使得這些西方國家必須強硬 但是到最終我認為 就是 武漢肺炎來自P4實驗室的這件事 如果 全世界的國家 政府知道如果再放任 中共 不理的話 他絕對 有能力摧毀這個世界 當然病毒 未必能夠徹底毀滅人類 但是他要毀滅這個世界的經濟 絕對是有機會做到 而這件事正正就是這個政權邪惡的野心 造成 這是人類 歷史上 一次 最大規模的對著全世界人的一次恐怖襲擊 我們認為最近的輿論 就是彷彿 好像沉淨了下來 如果我們細心去分析這件事 其實有可能這個世界 面對著一場 接下來的暴風雨 現在彷彿是暴風雨的前夕 現在 其實 關於武漢肺炎這件事 其實是相當之沉淨 我們有理由相信 接下來 跟中國大陸 真的很可能 會有一場硬仗 這一節要講的就是 這一場硬仗的 前哨戰 現在跟南海爭議也有關 英國為甚麼會部署 伊麗沙伯女王號 其實現在的原因 大家回到看就知道了 美國的情報部掌握的武漢肺炎 的起源資訊 當然 跟五眼聯盟的其他盟友 尤其是英國 一早就已經共享了 澳洲也有份 這兩個國家 就是出奇地 罕有地動用 這個 軍事的力量對準著中國大陸 最近伊麗沙伯女王號發現有中國的 核潛艇就是嘗試跟蹤著 這個航空母艦戰鬥群 先跟大家說說內容 話說英國皇家海軍伊麗沙伯女王號 就是 前往這個 印太地區 要制衡中國大陸 其實接下來很可能真的會有軍事衝突 發生 我們認為已經不再停留在指圍不公的狀態 但是當然這個世界 我們說了很多次 是充滿著微細的變化 而微細的變化 可能會造成蝴蝶效應 可能會對往後的事產生重大的影響 以及分歧 所以我們也只能夠按照這一刻的局勢 去做評估 實際上跟軍事邏輯也是一樣 就算你有完美的計劃 你也要因應臨場 做修正和改變 這個跟戰場上發生的變化是一樣 這個世界的局勢 很多時候就是 相互影響 雙方又會因應對方的決定 又會改變當初的決定 所以其實這個世界始終還是變幻莫測 不容易做評估 6月份的時候 伊麗沙伯女王號 航空母艦戰鬥群就到了西太平洋的關島 到了 更正是本月的6日 並不是6月 8月6日 去到關島 8日的時候 訊息就傳了出來 說這個 航空母艦戰鬥群就是發現 被中國大陸的核潛艇跟蹤 中國大陸對著全球的圍攻 絕對不會坐以待斃 雖然他知道常規戰鬥 基本上就不夠 這個就是 美國 就是打 但是這個 不介意發展生物兵器 甚至乎不介意使用 的一個國家 其實 絕對不能夠對他掉以輕心 根據英國每日快報 Daily Express 在8月8日報導 這個伊爾沙伯女皇號就是發現 根據他的反潛星立 發現了中國大陸的核子潛艇 當航空母艦戰鬥群離開了南海 進入太平洋之後 竟然有兩艘中國的核子潛艇 這個叫做093型 核動力潛艇 北約叫做雙級 這兩艘中國大陸的核潛艇就出現在英國皇家海軍 的肯特號 Kent 以及 Witchman 李善滿號兩艘巡洋艦附近 在 航空母艦戰鬥群用反潛星立 啟動之前 這兩艘潛艇 在附近的地方隱藏了一段時間 很明顯就是跟蹤以及收集航空母艦戰鬥群的情報 報導也引述皇家海軍的消息人士 說中國大陸現在正在積極發展 核子潛艇 以及核子潛艇艦隊的戰鬥力 即使沒有美國或英國在冷戰時期 跟蘇聯的那種 對峙的實戰經驗 但是也不能夠低估中國大陸的核子潛艇的艦隊 根據消息人士透露 北京為甚麼要用這個潛艇去跟蹤伊利沙白女皇號戰鬥群呢 目的就是要告訴全世界 他部署的核子潛艇是世界級 要告訴全世界 他是一個超級大國 換句話說 中國大陸的瘋狂野心 其實現在他就是想繼續稱霸世界 要取代蘇聯 做超級老大哥 所以這個國家為甚麼 現在西方世界寧願丟掉蘇聯 也要先對付 這個就是正好解釋了 其實如果你放生中共 對全世界的危險性 現在這一刻 今時今刻 蘇聯還沒發瘋的話 現在中國大陸 對全世界 的傷害 還要更大 根據消息和報導顯示 不只是皇家海軍遭到中國大陸的核子潛艇跟蹤 美國的海軍也有消息人士透露 中國大陸的核子潛艇 也會嘗試跟蹤美國的軍艦 根據目前的資料顯示 中國目前 擁有66艘 這些 就是潛艇 而多數這些潛艇都是常規的 傳統 常規動力潛艇 換句話說 他們並不是核動力的潛艇 但是 即使他們不是核子潛艇 但是數量和總噸量 比 美國英國更加多 所以 不能夠完完全全看少中國大陸 雖然他的質量和技術 相當之 有待雙確 但是實際上他的數量相當之多 跟他的核彈頭一樣 核彈頭的質量保證相當之低 但是核彈始終是核彈 武器就是武器 就算質量差 數量是可以彌補優勢 接下來我們看到世界的格局 就是跟中方有機會 可能要離一戰 來到世界一個那麼重要的關口 我們香港人 應該做些甚麼呢 坦白說 現在這一刻 很難下定論 你說我們要去參與 簡直就像哥斯拉大戰 不知道是甚麼怪獸 我們作為普通人類 能夠參與的成分 相當之低 但是你不能夠參與 又不能夠無視 接下來的這一場就是欲搏 到底要怎麼自處呢 以及又應該怎麼把握呢 這是一個很深的議題 我們只能夠按照我們原本 時代革命的路徑繼續做下去 大家就著這兩節講的內容 大家就知道了 現在有一個新的Agenda就要做了 請大家繼續告訴 全世界 西方社會的人士 以及市民 中國大陸 武漢肺炎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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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化武器 It was made by PRC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國大陸武漢肺炎 請大家記住這幾個英文 我知道很多朋友來到英國 英文是漫話的 但是你一定要記住這幾個字 COVID-19 BIO-Weapon Made by CCP 這個訊息很重要的 比我們更重要的 香港會 fight for freedom Democracy 更加簡單 更加直接入到他們的腦海 COVID-19 BIO-Weapon 大家就要記住了 這一節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拜拜